没有灵魂安静的时候,才是我们和自己贴的最近的时候,每个人的心灵都需要一方净土,面对外界的浮躁与喧嚣,我们的内心时常会疲惫,会厌倦,此时此刻,最需要做的,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的空间,撕自己所想撕,做自己所想做,或者干脆什么也不想,什么也不做。 一个安静的人,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福利的诱惑,老子说,只需及,守静度,万物并坐,无一观其腹,真正的安静,来自于内心,但不宁静,不为诚实的一切所蛊惑,只追求自身的简单和丰富。 一个安静的人,知道如何心平气和的与自己相处,如果生活是一杯水,那么痛苦就是掉落杯中的灰尘,没有谁的生活始终充满幸福快乐,总有一些痛苦会折磨我们的心灵,如果总是不断的去搅和,痛苦就会充满我们的生活。 你要学会让灵魂安静下来,慢慢沉淀所有的烦恼,学会接受自己的脆弱和不堪,给自己一点时间,给自己一些期限。 你会在不知不觉中,获得生命力最安静的坚强,一个安静的人,与世无争,不言人非,亦不去讨好任何人,与其唯心配笑,不如一人安静,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,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,只有做好自己,强大内功,才能赢得别人的祝福。 在自己的修养上花功夫,没必要花太多时间,用在别人对你的看法上,生活是活给自己看的,你有多大橙色,世界才会给你多大脸色,一个安静的人,总在默默坚强的生长。 白洛梅说,在这喧闹的凡尘,我们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,用来安放灵魂,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,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,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,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,都是一战,为了将来启程不再那么迷惘。 直到生命除了外表的喧闹与不安之外,在内里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,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,总可以在心中开平一处安静的角落。 不染风雨,不热尘埃,安置若素,从容不惊,如一朵花,淡淡的绽绑,自顾自的美丽,保有独立而随意的品格,然后用一朵花开的时间,指望自己的幸福。 一个安静的人,定然是心中有美景的人,用眼睛去看到,那是别人的故事,用心去感知的,那才是自己的人生美景。 他们懂得紧紧的照住灵魂,不做身体的奴隶,懂得去欣赏沿路的风景,也懂得享受生活中的一花一叶,保持灵魂的安静,才是真正的大心静。 真正的大心静,并非放弃后的坦白,而是放下后的无意,人生有寓意有别,欲识真实,别浅。 凡人法事中事成,默认不往人也迷惑的形成,生活里本没有绝对的事与非,别的事非之间劳心最神,幸福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,得得物窃喜,失去无图碑,得少失只是一种状态,要把握住自己的心。 凡华或处皆如言,但但人生静静过,有些事无需抢求,有些人不必抢留。 看清浮华,给人生留一点空白,让生命安静速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订阅本频道